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為你們介紹一下這個日本House Tech原裝的日系廚具 那我們先從檯面介紹起 它這塊檯面來說是日本原廠進口 它是一體成型 無接縫的檯面 它的耐熱度來講到280度 再來它的這個面板材質 它是日本原廠技術用PET鏡面效果 整個包覆做處理的 所以它在平整度還有鏡面反射效果來講的話 會比一般台灣產品來講還要好上很多倍 那它的效果來說封邊跟整個色系來講 都非常明亮漂亮 那再來是說它一些特色是 像它的不鏽鋼水槽 它這邊有一個奈米的陶瓷薄膜技術 它是屁附在不鏽鋼表面上 那這個地方可以形成一個效果 就是說它這個耐霧性很高 還有耐磨性 它的硬度夠 它耐磨來講可以達10年的一個效果 再來是一些機器設備的介紹 那像這個 都是日本原廠進口的一個瓦斯爐 還有抽煙機 那這台是使用電爐 它是電池設備去加熱 然後它的功率比較高 跟以往產品不一樣 是說它這個功率高 我們加熱速度快 不會一般有人認為說 電池產品比較難使用的一種 就是不方便感 那五金來講的話 它有一些人性化的一個功能 這個是做一個手動升降 它可以讓我們去方便使用於上櫃的一些 擺放物品還是重物的一個東西 使用上來講相當便利 那在於一些這個機靈空間 可能比較一般台灣不會使用的地方 像這個做 一般來說這邊是做瓮死的一個空間 它利用這個小空間去增加刀具的收納 那這個地方可以有效的提高我們櫃子的一個利用率 然後它的櫃子整體的設計來講 跟一般的產品尺寸不太一樣 還有去考驗到我們使用設計習慣 從櫃體檯面的深度 還有櫃體的高度 都去做了一些更符合我們人心使用的一個效果跟調整 小營